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 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探讨 师生之道当中 为学生之道 我们谈这个好学生的心境 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第一个是信任老师 第二是以师智为己智 第三是安平乐道 第四是沉静谦虚 第五是诚实不自欺 第六是师徒如父子 第七是好学 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部分 总共是八个大象 第八是善学 我们现在谈第七 这个PPT也可以发到群里 可能有一些 这个同道还没有的话 那第七大象好学 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两句 第一句是实事之意 必有忠性如某者焉 不如某者好学也 纵使是实陆人家 住的一个小村落 一定有很好的中性特质的人 但是不如孔子好学 有好的特质 还要进一步学习 才能够完善自己的人格 提升自己的智慧 第二句是 君子实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胜于眼 就有道而震焉 可谓耗血也一意 那这一句也是检查我们 是不是耗血 好 我们是求在圣贤大道 不是求物质的享受 所以 实无求保 居无求安 没有重视这种物质的享受 那 敏于事 而肾于言 那他所学的圣贤之道 都用在 做人做事上 而且言语谨慎 这个言语的修养 在孔门四科当中排第二位 德行下来就是言语 这个不得不下功夫 舊有道而震焉 那他时时清静了 仁者 地之规说的 仁清仁 无限好 得日静过日少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这一生 道业能不能成呢 很重要的真上缘呢 就是我们依此的老师 这个在儒家 指章问善人之道 善人怎么修道 善人不一定肯修道 善人觉得我行善就好了 但是他不一定肯继续提升到君子贤圣 甚至于是初离生死轮回 这个学问还有世间 这个学问还有世间 初世间 那假如我们有机会遇到初世间的学问 那可能我们思考问题就不一样了 因为接触到初世间 就了解到了 你不离开生死轮回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比方说下辈子升到天上去做天王 那福报想完了 福报想完了 还是要堕下来 而且三恶道 时间都很长 我初学佛法的时候 老婆上一句话 印象特别深 叫三恶道是老家 三恶道是观光旅游 我们想一想人生七八十年 平均寿命好像是七十多岁 但是到三恶道去 那是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个不好玩 黄念族老句是说 三徒一跺 跺到三徒去 五千节 用现在的话 天文数字 不好算 所以了解初世间 一定以初世间为目标 但是出世间 没有离开世间的轮场 不能搞的 我要出世间 本分都不净 那出不了世间 要出世间 要把我放淡了 轮回是从我之来的 轮回是从我之来的 肯在轮场当中 牺牲奉献 那就是积功累得了 佛门说 正住双修 就可以成就道业 像我们修 净土中 正修是念佛 助修是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那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绝 去哪里断恶修善 积功累得 做爸爸不做了 做妈妈也不做了 跑山上去修行 那这个有违背 六祖大师的教诲了 而且人的本分不净 代表义不足 人义理智性 叫五常 做人的常道 你看多巧 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佛家有五戒 这是修行的根本 五戒十善 在五戒跟五常 完全精神相应 这孔子跟佛陀没见面 你看讲出来的理都是相同 人不杀身 义不偷盗 离不偷盈 信不妄语 智不饮酒 因为饮酒啊 会乱性 很可能就会 控制不住自己的 会做杀盗淫妄的事情 现在喝酒的人不少 他可能 心理苦闷 很多事情又想不通 我们常说理得心才能安 那要明白理啊 那得要深入经典 不然很多事想不通 就苦闷 苦闷怎么办 借酒消丑 伤了肝 而且喝酒往往都喝到很晚 一喝了 有点醉了 有点醉了 可能就会犯 错误的行为 那五常 仁义 理智性 看这个义 道义 情义 都应该去静 好 那 这个 莲慈大师有一段话 我们去感受一下 修道 不容易 照业则百 现在世间 享乐主义 功利主义很厉害 一功利 吉功净利 损人利己都有可能 照作恶业 照业则百 行善者才一两个人 我们不说别的吧 你看现在人赚到钱了 他觉得要怎么处理啊 我赚的 我得好好花 那这个都是自己的利 我们古人强调的是 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这个 基财 伤道 你存了很多钱 还有人在挨饿 你都 视若无睹啊 这伤自己的 道 伤自己的人词心 所以 造业则百 行善者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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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道者一二 所以你行善 你还不一定肯修身 修道 那向道者百 向道者有一百人 坚久者一二 你看学习里面 也有句子 孔子说 辟如为山 未成一窥 子无子也 就差那么一点点放弃了 就前功敬弃了 雄百里路 半久时代 所以我们从小读过青年十二所则 也介绍台湾以外的同胞们 这十二所则整理得非常好 都是根本 找到根本 有恒为成功之本 你做一件事业 一定要有恒心才行 就像 《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说的 纵使身子诸苦中 如是怨行永不退 那他就是 发了怨了 绝不退行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那向道者摆 坚久者一二 坚久者摆 坚久者有一百 坚之又坚 久之又久 直至菩提者一二 达到这样的程度 叫真正的道人 我念了 我念了那么长 不知道大家听懂没有 这个时候换作一个数学 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了解 我们这个一二 我们痛快一点 就说二吧 好 那就是百分之二 乘以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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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什么反应 这个请佛注释要先请自己 这个心境很重要 你要信任自己 道业才能成就 这个信 建立在真理上 人之初 信本善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我们是建立在这里 好 人的道业会往后退 不能持久 都跟不相信自己有关 你一不相信自己 你就往后退了 就退心了 信为道元功德母 信心要始终保持住 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我们儒家 这个指章问善人之道 善人怎么修道 那孔子说了 不见机亦不入于死 我们常常听一个词叫 登堂入室 要做老师的入室弟子 那登堂入室 是要见机是跟着老师的脚步 所以好好跟着老师学很重要 当然这个老师 也要是过来人为好 所以从佛家讲 明师受见 不是有明的明 是明白人 过来人 那这个法华经也说到了 善之适者 是大因缘 等于是每一个人在修道当中 最大的助缘 万法因缘所生 我们学有所成是果 因当然是自己要好学 要有愿力 旁边还有一些助缘 其中最大的助缘 就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所以这个是法华经上讲的 所谓化导令得见佛 导引我们能够回归我们的自性 他善巧的引导 教化我们 我们可以 用佛家讲的叫明心见性 那刚刚讲的明师受戒 这是阿难问是佛其中心上说到 所以我们一起在讨论论语当中 好学的句子 我们也要学习老和尚怎么当学生 因为我们跟着他老人家学嘛 以他为榜样 当然我们待会下一句是以孔子为榜样 那陈德觉得跟着老和尚学 看老和尚怎么把孔子的教诲落实 怎么把佛陀的教诲落实 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学处 善学当中要善于观察 而师长老人家针对自己学习 有一个专题的开示 谈到自己跟随李秉兰老师的十年因缘 这一篇教诲 陈德觉得是自治足迹 对我们学习特别关键 而且是教我们不只是世间 是出世间法 那其中有提到 传法的条件 传法的条件 诸位忍者 大家要不要接老师的法 你们不是玩票性子吧 要学就要来真格的是吧 要真干 传法的条件 第一是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 印光祖师讲 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 所以我们谈第一个就是信任老师 老和尚怕我们漏了应主这一句重点 后面再下三句 百分沉静得百分利益 千分沉静得千分利益 万分沉静得万分利益 讲完万分沉静得万分利益 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六祖慧能大师 他就是万分沉静 所以老师讲了半部金刚经 他就成就了 就明心见性了 那沉静我们不是听了 要沉静 不是记住了这一段话 是要心神领会 是要思考 我知道沉静重要了 接着我怎么行 怎样才是尊重老师 那就是把他的教会要去落实 才是尊重了 那里面的老师 那里面的老师说 不能消遣佛法 不能玩弄佛法 这才是尊师重道 那师父领进我们修行靠个人 那我们检查检查 我们有没有三个月 老老实实 落实老师 一句教会 那这个就要自己去检查了 为什么讲三个月 中庸里面 有讲到 回之为人也 这领悔是孔子唯一赞叹好学的学生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好学 要以他为榜样 得一善 则全权福音 而福师之矣 得老师一个 或者不只是老师 有可能是刚好人家谈到非常好的教会 他就全权福音 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他就会去做啊 那做了三个月了 不是三个月以后就不做了 应该是做了三个月就内化了 成为他心灵 我们说 进入了他的骨髓当中了 跟他融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得观察看看 我们有没有做三个月 落实一句 这个是尊师重道 第一个条件 第二呢是清白 没有被污染 那假如以前已经学很多了 那要归零 这个都是自己可以去调整的 不能要跟着老师学了 都觉得我自己很有什么 这个要学就不容易了 第三是肯学 好学 老师上也点出这三个重点 其中一点就是肯学好学 主动去学的 具备这几个条件 老师会特别照顾你 这个重使老师不在身边 老师的这个 加持力都在 密中有三根本 第一个是成就的根本 本尊是成就的根本 念阿弥陀佛 就成阿弥陀佛 第二是事业的根本 是护法 要有护法 这个弘法的人才安定 就像在学校里面 有行政人员 这个教学者才能发挥 第二是护法 是事业的根本 第三是加持的根本 就是我们医子的老师 时时不忘他的教诲 他就时时在加持我们 所以不要拙在时空当中 你看老和尚都说 我的传能可能在电视的那一头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 你听到这句话有没有被电到的感觉 还是什么感觉都没有 这个在佛仪教经里面都有提到 大意就是 这个佛陀说到了 离我数千里 都一直在意念我的教诲 必定得到 再无左右 就是在我身边 但是没有在我的教诲去做 成不了道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还提醒 我身边跟了几十年的人 现在听经的态度说 老和尚讲给初学的人听了 不是讲给我听了 那他听的态度都不是当机者在听了 那就很难受益了 所以善知识的护佑是超越时空的 我也见了很多 同修啊 老和尚圆寂 两年前 他也哭得很伤心 我们要冷静 感觉他很重情义 但我们要更进一步了解 老人家是入府 极乐世界是法身 法身是 骗一切处 不应该丧行 老人家的加持是骗一切处的 所以更重要的是 自己有没有念念不忘 老和尚教诲这个才重要 我个人的感觉 老和尚对我的加持 并没有减少 甚至是增加 好 然后老师一生的行仪 就是给你做榜样 做模范 我们在处世带人接物的时候 有没有常常想到老和尚 他是怎么做的 以他为榜样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检查很重要 比方说 我们跟着老和尚学 跟着善知识学 我们有没有越来越像他老人家 越来越像老师 这个很重要 很激动 跟老师学 不像 那个是用情职在学 情职 那是职 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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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着会有障碍 所以学是效法 佛陀讲 学佛是让我们放下 不是换对象 去执着放不下 好 世间的人对感情很执着 录着圣教了 这个对感情的执着 换对象了 对 不能跟善知识搞情词 学不到的 学不到东西的 所以 比方说我们跟老和尚学 我们很感谢老和尚 我们会表现在哪 为佛法 为众生 这个才是正确的 这个才是正确的 我也见不少人跟老和尚搞情职 太可惜了 这样的一位高僧 你不学他的心法 情职深重 求出轮回 终不能得 这句话不能不重视 好 那刚刚老和尚说了 老师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今天学论语 就是以孔子为榜样 当然也要以李老为榜样 我们来看 这个浩雪的第三句 我们翻到四十七页 子曰 巫十佑五而治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悦 不愈举 《黄行恶书》揭说这两本著书 此章是孔子隐胜同凡 劝人情学 我们常用一个词叫和光同臣 这个孔子是 从佛家看 孔子的身份是有暴露的 在《启示戒经》里面 佛陀有讲到 他遣二大菩萨于震荡方向教化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头皮发麻 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个是在净土宗 第六祖有名颜寿禅师万善同归吉里面 有引了《启示戒经》的这段话 拿两大菩萨 应该不需要我多说了 除了孔子以外 那就是老子 所以《启示戒经》是汉学的三大菩 三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这一段隐胜同繁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在《论言经》提出来 随众生心因所知量 他们是来应激的 应众生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听得懂的 所以这个再来人他不会表演完 然后跟你说 对不起你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他是应激 应我们的激 所以大家读了这一段可不能 哎呀那孔子做得到 我做不到 那这个心态要学进去就很难了 我们看颜悔 我刚刚有说要重点研究颜悔 因为他好学 他的一些话很重要 对我们一个学习者 都是关键性的提醒 颜悔说 顺何人也 于何人也 顺是圣人 有为者亦若是 人只要有志气了 肯去效法圣人了 都能入圣贤之道 所以颜悔对自己有信心了 所以他学得好 好 所以我们不能辜负了 孔子的表演 孔子隐胜同繁 劝人勤学 请问劝谁 这个时候不能比这样 这个自己要当机者来学 来我们接着看 四十八页 无时幼舞而志于学 这个幼智 因意皆同 这个幼智 第二行讲到 孔子说 我十五岁 极致于学 毛诗传说了 诗者 自知所知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一个人 在心的是志 把他用言语 表达出来了 叫诗 我们就举 李秉兰老师 写的诗来体会一下 未改心肠热 全联 联是联名 全联暗路人 我们慧眼未开 人生迷迷糊糊的 走错方向都有 所以 但能光照远 不惜志焚身 那我们感觉 这一首诗 李秉兰老师的 心智是什么 牺牲自己 要利益昌身 照亮他们的前行路 照亮他们的修道路 诗是这么写的 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 不惜志焚身 这个有地藏菩萨的精神 确实李老师 地藏菩萨再来的 今天这个秘密告诉大家 有一点小lucky 有点小幸运 知道了这个秘密 因为在2002年 是2003年 应该是年初 老和尚派了 物品法师 到台中联社 访问老和尚曾经的几位同学 我刚好臭上热闹 跟着物品法师 去拜访了这些 都属于师博 师俗级的 这些长者 其中一位老师 是李秉兰老师的 侍者 郑胜阳老师 侍者是每天 李老师95岁 才接受人家照顾 结果 他听到李老说了 众生不要地藏菩萨了 他听了很敏锐 赶快召集师兄弟 请佛注释 结果 弟子们都跪下来 李老说 你们不懂 那请不是跪的 这个行为 是请 你要依教奉行 佛门重实质 不重行事 你说假如是真的 为什么这个李秉兰老师 你给我找学生去 那可能是搞情子的多 真正依教奉行的太少了 所以这首诗 我们就体会到了 淡然光照云 不惜至焚身 其实 这些大菩萨来视线 菩萨表修德 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才成得了道 要牺牲奉献 但是不要壮烈 我感觉我们现在都 这个论语也提醒 过犹不及 用力过猛 四十几岁就走了 这个会吓到很多人 五十几岁就走了 这样有点 太壮烈 大家不要因为看战争 并看太多 这个我们还是 要考虑 长远的影响 所以我刚刚在思考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上课 跟老阿山那时候 还有点不一样 老阿山那时候上课 看着一个摄像机 现在上课 看着Zoom 看着打开镜头的 诸位忍者 有什么不同 大家知道吗 看着摄像机 没有电子辐射 现在看着这个论 你一天三个小时的话 我除了上课 还要开班会 这些事都得用这些 所以觉得常常眼睛会比较色 假如这双眼睛 最近遇到一个胎 坐胎教室 家里四个孩子 老大十四岁 最小的是八岁 这个八岁的孩子 这四个孩子 让我很感动 把全部的积蓄 都拿出来了 孩子一点都不贪财 好 然后呢 这个妈妈问这个八岁的男孩 这个你喜欢念佛 还是喜欢在学校读书 他说我喜欢念佛 他说越念越欢喜 结果那个孩子可能有听到我讲课吧 那一天我牵着他的小手 走啊走啊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法师是三四不忘 你是不是舌头可以舔到鼻尖 我说对啊对啊 他马上伸出来给我看 他可以舔到鼻尖 他才八岁 你看我要活到多少岁 才能好好带这些胎教的孩子 所以我得悠着点 所以啊 既然还得上课 还要用Zoom上课 我看手机不能看 不然这个眼睛啊 用不了太多年 我现在身边的同仁还挺腐持的 他们可以帮我看 考虑事情要长远 我可不能再走 诸葛孔明那条路 出身未解身心死 常死英雄泪满清 这个不能这么壮烈 要细水长流才行 好 那我们以理老为榜样 来体会这个 在心为智 发言为诗 就能体会到了 你看杜甫 他们那些诗 都饱含这种 忧国忧民的 这种心智 你看他还一首 安德广萨千万间 大批天下 寒事 巨欢言 天下为怀 希望真正有智圣教的读书人 没有钱 来来 我提供他们 这个吃住 让他们好好读书 以后可以为国服务 这个范宗淹先生把很好的一块地 本来是要盖家里的房子 捐出来盖学校 培养了很多人 读书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 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到 未卑未感 忘忧果 所以你现在教育孩子 也要 这个 要把他教育成才 来利益社会 当然 不要控制 不要要求 苛求 不要我今天一讲完 你又开始 这个 用力过猛 最后 势得其反 我又 不杀伯仁了 伯仁又因我而死 这个我就罪过了 那依此解释 智 就是心之所知 也就是一心去向之意 所以智与学 就是专心求学 我们看到这些 教育 一心去向 大家有没有 做一件事情 一心一意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都没有 懈怠 没有 中断 我们看到这个一心去向 想到无量寿经的一段话 因为我们学无量寿经 就是跟阿弥陀佛学 老阿尚说 我给大家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光宗 极尊 佛宗之王 我们跟佛学 就跟佛宗之王学 阿弥陀佛在哪 在无量寿经上 在基功累得第八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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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世之代王 如来前 集诸天人 大众之中 发誓红誓愿意 四十八愿发了 诸真实慧 勇猛精静 一向专志 庄严妙途 这个就是智 一心去向 成就极的世界也是 一向专志 庄严妙途 所以我们回到自己身上来 你看无量寿经说 肃生我差 受安乐 这句话是不是 要去极的世界才能落实 你现在 以求子三要 求一个孩子到你们家 你把他培养成圣贤 是不是树生我差 受安乐 你的家就是一个 接引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的家庭 家族 那天遇到一个同修 他几个走礼都学佛 走礼大家知道 就是几个女子 嫁给同一家的兄弟 他们彼此身为走礼 我说你们难得 走礼都学佛 那这 静此一抱身同生极乐果 但愿人长久 我又念弥陀 亲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成立了 弘阳正法的传统文化中心 或者佛教的学会 静中学会 也是要接引大众 树生我差 受安乐 你可不能让人家进到自己团体里面 是非人我很多 不只安乐不了 可能还影响人家的信心 所以这一句要 无量寿经是人生的剧本 这个是我初学佛的时候 老和尚的开解 我印象很深 所以 无量寿经是剧本 得常常研究 这一句怎么落实在 现在的姻缘 现在的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 家庭团体当中 好 这以 弥陀为榜样 所以我们专心求学 能够安 众生的心 能够带领 大众 得到旧敬安乐 那史记 孔子释迦有说 那这个是 能彰显孔子的 专心求学 为额 息息 额就是小时候了 很小的时候 跟小朋友们 在一起玩耍 做什么事呢 长成主斗 成是陈列 主斗是陈食物的礼器 祭祀要祭祀祖先 祭祀这个上天 所以陈列礼器 色礼容 这个礼就是礼仪 这个色礼容就是 演练的 这些礼仪的动作 其实 洗礼还是很重要 洗礼了 一个人 动作就有威仪 我们说 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吃饭呢 龙寒珠 奉点头 你看这样吃 就有威仪 你假如这样 双手都靠在桌子上 这样吃就 没有威仪 君子不重 则不威 都跟学习有关 你不自重 你就没有威仪 人家一看 就不可能尊重你了 所以孔子在童年 集资求学 此处 当然你看这一段 假如你有看到 三五岁的孩子 他们玩耍的时候 就在那里要 祭祀 有发现这样的孩子 记得通知我一下 列为 国家保护局对象 不知道是 是不是七十二贤 谁来了 这是孔子小时候 此处孔子自树 十五岁自于学 黄行恶书 皆具白虎通 必拥篇解释 这个必拥 就是国家 天子办的大学 太学 十五是 成统 之岁 心自坚明 心自能坚定 很明确目标 故自十五岁 始至于学 这个必拥篇来解释 刘氏正义 据白虎通说 这个是刘宝南的 论语正义 十五岁是入太学真年 所学的是经术 主要学经典 那个年代应该是六经 但是后来月经失传 刘氏又据礼记大学篇所说 这十五岁应该学什么呢 始于自知格物 忠于治国平天相 所以所学应该是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成就自己 其实就是自爱 在亲明 成就他人 这个是爱人 止于自善 自爱爱人都圆满 这个是自善 所以皆是太学所学的经术 所以这个自于学 就是成圣成全的学问 用佛家讲 就是行菩萨道 这大学之道 就是行菩萨道 三十而立 我们现在多少岁了 要对一对 我已经是五十那一栏的 好像前面还都不行 不过亡羊补牢 游未完以 黄书历为所学今夜成立也 所学的这些经教有所历了 成立也 刘氏正义说了 立为学立 学可以立得住了 所以自十五岁 自于学 自三十岁 所学已成立 也就是学有根底了 有根基了 有立 非外力所能摇动 我们看到这个学有根底 就想到老上常常强盗 我们要扎根 要扎三根 像有这个同修 发心 要出家 可能去请教老儿上 老儿上都说 先扎三根 这个发心出家是可贵的 是难得的 出家是贺诞如来加业 那老儿上的建议 扎好根基 其实人 一念 骗虚空法界的 诸佛如来都收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 诸大菩萨 清净海会众菩萨 通通收到了 所以老儿上说 他读到这一品经 寒毛竖起来 哎呀 我起个念头 极乐世界的菩萨都知道 假如起得不好了 就不好意思了 到时候 比方自己往生 这些菩萨们说 哎呦你那时候都 发愿要求生了 怎么还起这些念头 那是觉得不好意思了 用小朋友的话叫修修脸 所以这个了解到骗虚空法界 就要克念 不能乱且妄念 邪念 发了出家的愿 佛菩萨都知道 会加持 会安排 你看老儿上有发愿的 张家大师提取他 他就发愿了 但是那时候 他老人家26岁啊 出家是几岁啊 31岁啊 33岁 33岁 所以经过几年 圆成熟了 两个月的时间 人家来九次 从台北 来请老儿上 所以这个时候 圆成熟了 所以等于是发了愿了 好好 有德行的基础啊 再出家 就圆成熟 所以老儿上这些建议 都是爱护我 他说圆成熟了 你推都推不掉 你看老儿上 又请示礼品老 礼品老就同意 而且老儿上还提醒 要出家呢 也要找到好的 道场 来修学 最好是有依旨的老师来知道 好 所以要有根基 德行的根基 非外力所能摇动 我们就想到孟子的话 富贵不能赢 平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驱 这个才是非外力所能摇动 或者我们再延伸到 八风吹不动 不被外所影响 尤其老儿上有强调 这老师是尽力教了 但我们得学生自己争不争气 不然跟着他老人家 十几年 二十几年 才设名利面前 过不了关 那就为外力所动摇了 那就很可惜了 而老儿上特别重视 要根有所力 就是要扎根 但是把老儿上这个放 这个教导重视的学子 不是太多 老儿上有一篇开示 我看手上有这一篇的 可以发上来 因为老儿上谈到 他在观察 为什么上一代出这么多人才 你看老儿上上一代 出家在家 高僧大德都有 在虚云老上 地贤老上 不同宗派都有高僧 地老是天台宗的 虚云老上是禅宗的 在家人 江卫农居士 金刚经讲义 出家在家都有 大成就的人 老儿上说 到我们这一代 好像就很少了 谈虚老上 也是比老上大 不少了 都收到了 没看过开悟的 得定的 看过几个 到我们已经过了三代 世代人了 老上说 观察了几十年了 这一份新闻 我们感受到没有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希望大家都 能了多生死 可是为什么 高僧大德出不来了 要观察 关键在哪 后来老上说了 观察清楚了 上一代人 都有传统 谋化的根基 他的弟弟小 他六岁都没有 这个机会了 所以老上就是因为 观察了几十年 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要榨根 不然成就不了 才一直在强调 这个榨根的重要 这可是老上的 一片苦心 所以善知识 他能洞察 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性 开出相应的法药 尤其是整个修学的 次第 关键点在哪 是护持我们 不能措施的 这个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姻缘 所以读到这个三十而立 我们也感觉老上的苦心 而且啊 现在外在的诱惑 比起一百年前 不知道大多少倍 那不扎根 那根不可能能过得了 这些五一六成的诱惑 事实而不获 孔安国柱 不获就是不疑获 成是素得 论语即是 隐皇是三 论语后案 立 必先不获 而言不获于立之后者 何也 所以这个 是针对这个孔安国 住的觉得 不是很否当 你要先没有疑惑了 你才能立得住 你才能在境界里面用上 所以既然这个获是在立之后 所以应该不是疑惑 疑惑 而是 这个 黄世三先生呢 他已经来解这一个不获 同样都是论语的句子 夫子曰 可与立 未可与权 这个立是守经也 你在境界当中 守住经典的教诲 不获 达全也 懂得全变 大家有没有 遇到境界的时候 是要这样做 还是要那样做 你就犹豫不决了 那就还没达全 通全答变 就不会在那里 犹豫不决了 所以不获 欲是可以行全 无可 无不可 立则是可即可 不可即不可 不知全变之道 不知全变之道 所以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护 所以这个隐 隐的是 论语当中 只喊篇 只曰 可与共学 未可以试到 这一句 好 那既然讲到 这一句了 我们也把这一句 跟大家交流 交流 这样我们可能 对于通全答变 不获 能解得更深 运用得更好 李老有留下李秉兰老师全集 其中有一本是 雪如数学语录 应该是李老 他学习有所心得 他把它写下来 有关佛家的 也有儒家的 那就讲到 直喊篇 直喊第九 论语 这一句 其实我们前面都提过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子曰 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 可与世道 未可与立 可与立 未可与全 学东西 不能只学一遍 要不断 温习 不断深入 更重要要检查 自己有没有用出来 李秉兰老师提到了 圣人之言 圣人的这些言教 学得一句 极有一句之受益 为既然学之 又当行之 学了之后要去行 解行要相应 不立行 但学稳 只有学 会长浮华 不得受用了 学还要行之 这个方不复 圣人 垂教后世 这两苦用心 那这一章呢 是夫子以学到立权 四字 来 试诸学人 来 教导学人 虽约未可 因为这一句出现好几个 未可 未可 然只在其其可也 夫子其实 意思是期许 只要很好学了 就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 这个深意是期许我们 是可以的 好 那李老谈到了 苟言自事 我们要去办政治 或者把事情办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必先求人才 有人才才能成就事业 其人存 这其证据 其人亡 这其证息 故为证在人 这个中庸里面讲的 我们看李老这些教诲 都是饱含他人生的阅历 成事不难 再用对人 事就能成 但人欲成其才 必先求学 这人才要成 他也要好好学习才行 才能成才 若云不学而成者 未知闻也 没有听过 没有学就成才的 所以圣凡之别 圣人跟凡人的差别 即在好学与否 孔子长云 又引到我们前面讲的 十四之义 必有忠性如谋者焉 不如谋者好学也 孔门三千屠众 三千弟子 七十二贤 最获孔子之赞许者 即为最好学之言回 故曰有言回者好学 所以这个言回是榜样 论语首言 论语开篇就是学而篇 首言学而实习之 所以逐渐孔子 如何重视求学一样 赞叹自己的学生好学 学而篇 一开始就是 学而实际之不亦悦乎 所以良以人之本性 人的本性 原乃万德万能 为避于 就是被障毙了 避于一念之谜 起了妄念了 本有的这个自性 被障碍住了 遂自 明晚不灵了 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执着 就不灵了 故欲负其本有之德能 恢复本有的万德万能 必求去迷而后可 只要去迷了 妄想分别执着去掉了 就能恢复他的万德万能 去迷之道 违在求学 老和尚常说 求学就是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转凡成圣 这都要靠求学 求学急需读书 当然一谈到读书了 李老怕我们又灼在相 难书之为物 有有行者 有无行者 诸子今所读者 大家现在所读的 这是有行之书 而宇宙万有 乃无行之书 你看我们古人 《易经》怎么来呢 这个上官天文 辅查地理 从天地万象里面 得到启发 所以事宜 古之开国帝王 如流帮者 人但知其不读书 他没读什么书 而不知其 虽不读白子黑字之书 然于无行之书 始已读之乱书 不然他要治理一个国家 不大可能 所以还有无行之书 孔子说 天和盐灾 事实行焉 百物生焉 天和盐灾 大家注意 现在能道法自然 可能是农夫 比较懂得道法自然 我们现在读了学历越高 不见得懂得道法自然 甚至还有急功净利 急于求成的可能 患得患失 你看农夫 他每天接触自然 他对自然之道 已经烂熟了 他不会强求 他也不会干亚苗助长的事情 我们现在当父母 不干亚苗助长的 就很难得了 固知凡为圣贤豪杰者 无不由读书求学来也 一定是好学 那当然有有形的书 也有无形的书 那求学不能闭门独修 独学而无有 则孤陋而寡闻 独修之学 亦趋于偏 容易会偏颇掉 固须求悔于良师 求辅于义友 要有良师义友 我们常说 欧益大师静色明 提的四个重点 其中一个叫善有为依 依重靠重 当然不是要很多 你人多了 见解不同 反而乱 阴光祖师说 常住不要超过二十个人 所以 毁于良师 毁于良师 求辅于义友 是为共学 可与共学 然举目成还 成还就是 尘世间 还宇宙 宇宙 人各 亦其 自趣 因为每个人的 志向都不大一样 所以求其可以共学者 实难多得也 就是要找到一起共学的人 大家能见解相同 目标相同 就不容易 所以要珍惜同 所以要珍惜同餐 道有 良师亦有 实难多得也 所以要珍惜共学的机会 众得可与共学则以 然而未必可与世道 这个道者 道就是道路 带人旅行者 旅行就是去实践 共学在求知 知之而后 了解之后 富能同道而行 一起去把所学的落实 即所谓 自同道合 此由不易得也 尤其是 不容易得到 四之同窗 同窗 这同学 而后 异道者多已 虽然 可能坐在隔壁 一起求学 学完之后 走的路不同的很多 那最明显的 历史当中的例子 其最助者 莫如孙并之与旁军 这个故事 大家应该都听过 先是同学兵法 与鬼谷子 学成而后 始则 互记 一开始 互相记度 终至相残 故夫子云 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也 好 所以 学了之后 能自同道合 不容易 所以缘分 不可强求 所以又有另外一句论语说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你看学了圣教了 可能超过一半 是拿去 要搞明文力 那就跟我们提的 安平乐道 不相应了 竟而言之 众得可与世道 则已 然未必可与利 利者和 你看这个 我们跟着李老 这些教诲来学习 增长见识 大家看 已经举了几个历史故事了 第一个 举了刘邦 无形之书 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 不是看书才叫学 什么时候是学 会学的人就是 anytime anywhere 随时随地 都在领悟 刘邦 再来 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 又举了 孙病旁捐的例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 增长我们的见识 这个利者和 急于同道之时 同样在行 大学之道 君子之道 生死利害 横于前 摆在面前 而皆不为便宜也 这个才叫利 不便捷 世间之之交于平日 平常 结交为朋友 而互便宜于吉准之击者 多不胜数 遇到吉凶祸福的时候 便了 那这个例子就很多了 千古以来 求其无愧 没有愧对于圣人之言者 举了历史的例子 为张寻徐远之死守虽阳 以之 因为当时安禄山作乱了 哇 一下子唐朝 很多地方都失守了 很多读书人都投降了 张寻徐远之死守虽阳尘 这就立得住 所以 这个就展现了 少数人能在这个生死攸关 立得住 所以我们对夫子讲的这句话 就觉得很相信 很有道理 可与世道 但未可与利也 你看老和尚说 跟十几年 二十几年 财色名利面前过不了 那也是 就是不能利了 所以诸子落造 可与利之境 就是我们这些修学的人 能够达到可与利的境界 就世间法而言 乃真应好 就已经是英雄豪杰了 不随波逐流了 就念佛言 往生可避称的 就一定可以往生了 那我们拉回来跟往生有关了 现在遇到顺境了 贪爱不起来 念阿弥陀佛 遇到逆境了 不生惩慧 念阿弥陀佛 这立得住了 这个就往生可避称 这个叫吻操胜券 自若全之一致 夺如等皆未可 无意未可 这个 李老提到 能到通全答辩 这个夺应该是自己失良 学生们还没达到 我也没有达到 当然应该也可能是 李老谦虚 其实在那个时代 弘法也不简单 上要跟政府打交道 就很多这些社会关系 都要去打理好的 所以经营一个道场 不简单 唯须学之而已 全者称之 这个垂也 就是我们这个 陀 陀也 称之陀也 称陀 全之于称 称也 随物之 轻重而转移之 来往无定 以得及平为止 我们称东西 它没有固定一个位置 移到平衡了 以得及平为止 若求其定 必有害于平 你固定在一个地方 那就 这个 不公平 顾眼其意 为变化莫测 及通全达变之未也 你那个定在哪里 是看你称的东西 亲重来决定 它没有一定 这样才会称出来才是公平的 夫为通全达变 乃能因始至矣 这个疑字 你看 因始至矣 因地至矣 合情 合理 合法 这都要考虑到 对适中 所以自适 你去处理一件事 恰如其分 其为朝臣 现在为人臣子 灵难可死 遇到危难 可以 慷慨就已 亦可不死 看情况 不一定的 其为明事 就是很有 道德 明生的这些读书人 遇到可以当官的机会 可以不为 亦可为之 也没有一定 这个举个例子 明朝末年 有一个汉 汉臣 叫范文正 范仲淫先生的后代 他去辅佐 皇太极 那一般人 你是汉人 怎么可以去投靠 满清呢 那你不是便捷了吗 但大家注意 这个范文正 他去辅佐 皇太极 等于是 一直在阻止 满清 杀戮 当时候你看满清 下来 你看经过多少 尘世 他都一直劝阻 止杀 无形当中 可能救了 百万人都 不止 因为他已经洞察 明朝 气宿已尽 既然气宿已尽 必然是清朝要掌权 既然形式是这样的 那他可以全变 当然他 这个全变之外 他一定是淡薄名利的 这个处处都有他的表法在 这里 李秉兰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汉朝 贫世 算是比较贫穷的读书人 毛义 他以孝行 称于是 很孝顺的一个读书人 有一天 辅书习制 就是朝廷 请他当官的 这个习文到了 要以毛义为安阳令 去当宪令 这个毛义捧习而入 捧着习 习文 然后 喜动颜色 就很高兴 当时候的另外一个读书人叫张凤 平常 这个树就是平树 很仰慕他的德行 结果听到人家说 他拿到这个可以当安阳令的习文 脸上就是很高兴 这个张凤听了之后 这个就很 很瞧不起这个毛义的 脖子 就比较 觉得我看错人了 原来他不是有德行的人 因为那时候是乱世 出来当官 读书人就觉得 同流合污了 到了毛义的母亲去世了 他去官 行府 他服伤 母伤三年 骑满后 这个母伤骑满 举贤良 又要推举他出来当官 然公车旅征不治 就是这官方派来 征召他去当官的 好多次到了 他都不接受了 没有再出来当官了 这个说张凤乃探约 张凤 这个读书人也有反省的态度 他叹息到了 人家毛义往日之喜 是为了养他的母亲 我虽然要守节 不能让我母亲跟着我一起挨饿 所以他的守节也有他的全辩 让他的老师来劝他 亦不许 带其母死 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不愿意他的母亲白法人送黑法人 元朝的人强迫他 无疑 乃父精师 绝食以终 他不吃东西 也是受节食了 所以 这个前面 他为什么不死 因为他母亲还在 由此观之 死与不死 惟与不惟 出自于通权达辩者 无不从容忠道 反之 无一不乖道 你不能通权达辩了 有可能就 进退就违背道了 故孔子云 可与利 未可与权也 权者实为 寄人利物之大方便法门 我 这个 你看很多围观的人 开粮仓要皇上下令 他在危急之时 他就不守国法了 开仓放粮了 晚一天就不知道 又有多少百姓要饿死了 所以这个寄人利物 大方便法门 得事法门 其余世间法 即是圣人 出事法 乃为地上菩萨一样 所以此事者乃圣人所事之四番境界 学者需循序而行 我们也不要一下子要 目标就是通权达辩 立即在乎学 登峰 登峰造极的话 在乎全 行全 虽属圣人 然而人皆可为遥顺 端在人之好学于否耳 所以我们肯好学都能达到通权达辩的境界 这是孔子讲这段话对我们的勉励 我们不能一看了就觉得太高了 达不到 要达到因为这只是四十岁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还有五十岁的事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这四十九页 就是天的命令 如刘氏正义影汉书董仲书传 钻对策曰 天令之未命 天之命令 古人都是要影经据典来论证 有公信力 刘氏正义说 知天命者 知己为天所命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那就非虚身也 这一生是有死命的 不能虚度生命 虚度光阴 盖夫子当衰周之时 夫子处在周朝衰败的时候 他说圣贤不作久矣 贤圣不作久矣 没有出圣贤人 有一段时间 乃年至五十得意学之 知其有得而至千言无大故 孔子五十学义经 自己谦虚可以无大故 而夫子学的义经 应该 天之所以生己 所以命己 于己之不负于天 故以之天命自认 知道上天为什么生自己 给自己什么使命 而自己也将不负上天的期望 所以命者力之于己 而受之于天 就像老和尚 李秉兰老师 这个张家大师 劝老和尚 学释迦牟尼佛 一生佛不赛安排 自己不操心 这个学释迦牟尼佛 也是自己的愿 命力之于己 受之于天 那也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安排 所以孔子学义乃知天命 无人虽闻天命 未必能知 虚先信赖甚言 以求知之 我们也要先相信 圣人的这些教诲 然后我们来了解 自己的天命是什么 孔子还有一句话叫 见义不为 无永也 这个 成德也有跟大众谈过 文天祥先生说 人身至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清 汉清是史册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什么责任 有什么天命 用牢上的教导 我们应该表什么法 给这个世间做什么榜样 那这个是要我们自己发出来的 那也会得到上天佛菩萨的护佑 那这个很值得我们自己去思维 那现在这个世间最需要什么榜样 从身心家庭团体 或者是传统文化界 佛教界需要什么榜样 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维 好 这个知天命不可能是别人推的 要自己立之于己 要自己发出来的 六十而耳顺 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倒数第四行 断注以为 自人之头顶之脚肘 如河川流通 自为通顺 顺之而后 使见天理 使 使 使 柱条里 由此可知 这个耳顺 就是耳的功能 已经通顺自己 以及他人的心理 故能闻他人之言 及知他人的心意 此是耳闻无碍之境 举个例子 有一个老和尚 他有很多小徒弟 结果这个甲跟乙 有争论了 所以这个甲和尚 就来找这个老和尚 说怎样怎样才对 这个老和尚说 对 你对 过了没多久 这个乙和尚又来找这个老和尚 这件事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才对 这个老和尚 你对 甲跟乙都很高兴走了 突然从桌子底下 钻出来一个小和尚 说师父 应该不是甲对 就是乙对 怎么会甲对乙也对 这个老和尚说你也对 这个就是 他能了解他人的心理 这些人就是较真 就给他 你对 他就舒服一下 不然他现在这么执着 卡在那里了 但是也会找到适当的时机 没那么较真 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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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讲圆了 哦 我有点执着了 好 我常常听老和尚说 好好好 当然这个不能乱学相 哦 该好的说好 哦 哦 这个 对方是真正 真正想请教啊 老和尚是有问必答 你不是真心想请教的 那他也不服逆你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看看自己在请教的时候 是不是真心要请教的 还是要让老人家帮我背书 我好去磨名利养 这个 这个是我们当学生要关照到的 好 其实而从心所欲不与举 从心的从自 从顺从讲 举是 端正方形的工具 说文做句 引申为法度的意思 不与举就是不违反规矩 孔子自七十岁时 顺从心之所欲而不愉悦法度 顺心而为 自然合法 也就是动念不离乎道 就是修道 修道那个境界就是 都跟自性相应了 都跟自性相应了 好 这个 好 我们今天学了一个妙诀 大家要放在心上 大家要放在心上 而且是十五至于学到四十而不护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护 是修静 我们就是 这么去修身 修养自己 五十之天命 是悟静 有时候悟了 六十而顺 至七十重心 是正静 正入的境界了 悟后还要起修 入那个境 故事此说 大有道理 好 好 那我们学了这个 夫子 千古作甚的妙诀 我们也期许自己 肯好学 必然可以不断提升 自己的境界 好 今天 时间晚 就先到这里了 多伦多快十一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